在山友去江陵湖四天三夜的圓梦之旅中 新北市教师会的水王王老师特别的提到 要感谢台东林务局与申请过程的协助 第一次的活动其实发想是因为 我们从大前年的和欢群峰带四张朋友 成功以后他们想要去御山 然后呢再来就是去年的雪山 那今年的今年所以是连续四年带着四张朋友 来挑战高山百岳 那今年这个嘉明湖的这个 能够成功的成型的话 真的很感谢台东林务局 台东林务局他愿意接受我们的专案申请 而且看到了我们前面几年带着四张朋友 有爬高山百岳这样的记录跟影片资料 当然其中要包括本康谢谢你的那个玉山的影片 还有去年的雪山那个公事我们的岛 他们也拍了一个专题 遇见不一样的高山 那他们的主管看到我呈上去的这些资料 他们从原本的觉得 嗯有点怀疑 到底能不能够给这样的公益名额机会 而且这么庞大的一个人数 到后来他们愿意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很谢谢他们 对 那这个整个公益的申请 不管是计划还是公文 其实这样子的往返来讲 确实是花了不少时间 但是确实要感谢我们前面几年 大家的不管志工朋友还是四张朋友的努力 所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可以呈上去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有这个能力 可以带着四张朋友再度挑战 嘉明湖山屋 嘉明湖山屋 然后嘉明湖行程 还有其中两座百岳 向阳山跟三叉山这样的行程 阿伯台东报道 阿伯台东报道